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将最优质的教育带给我们的学者 我也希望为教育身群付出的老师们 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障 除此之外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起 参与社会 服务社群 使得又有所养 清有所展 藏有所为 老有所依 住有所居 并有所依 一起建设一个幸福的澳门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 《要会新力量》这个节目 今次请到上来就是陈校长 其实陈校长就是社会服务教育促进会 唯一的候选人 也都必然当选 校长上来一定要了解一下你 一望下去 像个教育工作者 为什么我有资格说 我其实都是教育工作者 我是老师 要向你请教一些东西 顺便向选民和市民展现 你整个心路历程和以往的背景 其实你中学的学习阶段 之后再学习的专业是什么 真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以前在内地 高校很难的 我也是经历过这个阶段 后来就考到大学 考到福建华侨大学 考到之后 不知道合不合 当时学校拍拖 后来就落了 可以这样说 同事都笑我为了爱情 来了澳门 你男朋友和之后的先生是澳门人 是澳门人 原来澳门的媳妇 虽然是福建人 其实也是澳门人 你读完中文 然后来澳门教书 前后一计算数已经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二十二年你由老师走到领导的职位 你本身有没有引辱自己的教育理念出来 对 其实大家一直都问我这个问题 一来这里就做一份工 而且在一间学校时间那么长 你不闷吗 其实刚刚开始来 我不是读教育的 但是我是读中文的 来到学校 豪宫中学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我发挥 当时我广东话都不懂听 让我教中文 因为跟我的专业是很吻合的 教了之后发觉跟同学相处很愉快 而且又学到很多东西 因此我挺喜欢跟同学聊天 和教学相长的这种感觉 慢慢下来之后 学校又被学生会我负责 让同学更加打成一片 所以我感觉澳门如果要发展 我们特别是中学生 他们能够得到好的教育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没有想到其他行业了 但你已经是一个执行者 已经不是一个老师 而是所谓一个管理者 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你觉得中学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或者我希望怎样去培育我的学生 因此一直努力 我就去进修教育专业 甚至去澳门大学 读食时的课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和接触学校的老师 接触学生和家长 我发觉澳门的教育是欠缺一种 全面培养学生的意识 他们比较注重书本学到的东西 以止不考试 来行用一个学生 我觉得对学生的全人发展 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 你总结了出来 不可以只是认识的 就是要全人发展 你在自己所属的学校里面 有没有条件在这个实践里面 做到一些事情 是的 这方面由于我现在是主渣教学 我们在这里 对学生进行多元的评格 譬如他们是要去参加 一些社会实践 拿我们上公民图来讲 公民图我就很主张 一定要知行合一 你知道的道理 但是要付诸行动 你这样才能够 检验到自己 是真的跟你学的 学的知识 跟你的行为 是否能够配合 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是去社会的服务机构 去做一些义纲 这些是有些分数给他们的 做到一定的时数 所以我们觉得 调查下来的学生又很喜欢 家长他们又很欢迎 这样的做法 当然这样就不需要读死书 但这件事反而引发了下面的问题 就是最近的投票大家知道 比率又下跌了 而且我们可以推算到年轻人 没有什么心机去投票 或者冷感 是不是 譬如校长 你面对年轻人 又提到 其实青年学生应该是关心社会 那些是一些初步的关心 有没有条件在中学教育里面 让我们的年轻人 对所谓社会关心 或者是政治参与 知多些 或者作歐的鼓励 其实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是应该 学校从中学这方面去做 去推动 更大力的推动 譬如我们有条件的话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 已经介绍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让同学认识 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区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他必然有一定的政治环境 政治制度 让他认识之后 让他引他来关心澳门 好像今次立法会选举 我们都大力推动 让同学知道 现在澳门进入关键的时候 希望大家多些关心等等 这些知识的灌输是在州会里面 还是在所谓教学课程里面 有些实际的科目 是可以滲进入 我们就在实际的科目里面 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我们周围就经常请一些 外面的嘉宾来 例如有些社会人士 甚至有些行政会的发言人 因为是我们的后友 我们很方便 让他们来介绍这些情况 那些同学就更加知道多些 平时课程我们就在公民课 那些渗透一些教育 除了在学校的实践之外 我又想了解一下 你的社会实践 当然不是指教学这方面 而是在公共服务方面 在澳门二十多年里面 除了教学的工作 你在外面的社团活动 或者相关的专业组织活动 参与了些什么呢 我主要担任现在澳门中华教育会的理事长 另外更早前是苦练的副理事长 现在也是的 2009年我们成立了群力智库 我现在是群力智库的副理事长 社会工作我觉得是开门办学 你了解社会多一点 另外一方面你就推动这个教育 知道教育要培养什么人材 即是你和王杰晶女士是共事的 同事 因为刚才提过 虽然你是透过学习 然后认识了你的先生来到澳门 你源自福建的 也有很多乡情的关系 究竟在老家的地方 譬如说那些什么地方的政協 人大代表有没有参与 这个就没有 未有机会 但是我参与厦门市的海外联谊会 希望有机会都为家乡做出一些公演 这些亢队也有仇有的 但譬如在本地 其实你已经很活跃了 尤其你在所谓爱国社团和爱国学校里面 之前那20年澳门的华人开始参政 当然出两组 譬如有同心也有群力 过去这20年 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是开始 在这些参政活动里面 虽然未必排第一第二 可能排到六七八 有没有试过呢 我其实2005年的时候 和一帮志趣相投 可以这样说 组成了新青年 参与立法会选举的 组成了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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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是这样 希望带动一些年轻人 出来关心社会 我跟同学说 我都知道我是选不了的 但我叫你们要知行合一 身体力行 我希望我能够率先随分 做出一个榜用出来 带动大家多些去参与 校长选新青年 我很开心 不是表示我支持他的团队 而是校长都说自己是青年 我觉得我还是很年轻的 除了这些所谓政治和公共活动之外 其实你已经确定你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了 因为你是候任议员 和必然会进入的 入立法会 教育工作者很清晰 除了这件事之外 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定位 我其实希望你自己 始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这是我的专业 我要继续发挥我的专业特场 因为议会很需要专业的声音 所以学校的工作各方面 我都会坚持 另一方面 踏入立法会 做一个议员 当然是关心社会 以及建筑政府各方面的工作 以及立法的工作 这方面我都要做好准备 你这次已经入境了 有人说你们本身不需要竞争 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而有另外一些间选团体 出来的人 譬如公联的 他们说可不可以改一些东西呢 例如选人不选祖 请问校长 对间选的形态 你自己个人有什么感觉 是 间选制度其实很多时候 都被外面不太认识 或者没有亲身参与的市民 觉得他们没有参与这个机会 都不是一人一票的选出来的 但我始终认为 间选制度是历史一路一路走到今天 是有存在的必然性 但间选制度可否改变一下呢 让参与的人更多呢 譬如可以降低参选的门槛等等 这也是一个办法 好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 稍后再和校长谈下去 是 回到这里 欢迎各位观众 继续收看议会新力量的节目 我繼續和陳校長的對話 剛才已經說了表達了對間選的看法 感覺到有改變的空間 讓社會我們繼續爭取 個人 雖然人的脈絡很肯定 澳門很小 你透過教育界都會知道 但是以往的發展 很多議員 特別是直選那邊 他們會搞議員辦事處 你有沒有朝裂方便去想 有 我都希望既然你做了議員 其實進入立學會的工作 每一個議員的職能都是一樣 他的責任都是一樣 所以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的團隊又希望市民有需要的時候 能夠服務他們 所以會設辦事處 辦事處的好處是可以收集訊息 另一個所謂群眾最關心的 究竟你是否代表我先 有兩種聲音會問出來 陳紅你是由老師爬上去爬到已經副校長 你們是代表管理者的利益 有沒有代表到港大教師 和低下員工的利益 其實這個問題 之前我們訂立私框 當時和政府聊天的時候 都有面臨這個問題 我始終覺得 其實教育是一種服務 不管你是做校長也好 甚至是做一個老師也好 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如果是作為我 是和老師有很多的接觸 希望我們的共同點 能夠做這個共同處 就越來越大 當然當中是有些需要磨合的 我作為我這個局勢 我覺得應該是多些聽取老師的意義 還有要將自己的政績交代 對 因為真的要面向群眾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陳校長來澳門之前 即是九個年代之前 我那時候在澳門已經很長時間了 當年的澳門 天主教學校 和這個所謂愛國 我們叫左派學校 是壁裏分明的 現在的情況就改變了 有人就會問 現在這裏只有一個位出 就被你出了 整個人際的網絡是在外國學校的 你又如何去吸納 或者代表教會學校那邊的員工的利益 這個問題其實 我們和教會學校這幾年關係很密切 所以我們有很多大型的活動 都是共同的舉辦 好像救私節聚餐 我們華校六周的服務 我們的華夏園丁等等 和一些教學研討都一起舉辦 所以大家都是共同基於 在教育的利益 澳門教育的發展一起 所以這個目標是一致的 另外中華教育會 我們有三千多個會員 三千多個會員 既有團體的會員 又有個人的會員 這個個人的會員 就來自各間學校 其中不單是外國學校 有天主教學校 又有基督教學校等等 其他學校 還有大學的一些成員 校長 我知道你二十多年的經驗 相信對私框這件事 員工即是教師最關心 亦都很關注 但是現實就是過去一段時間 校長並不是教委會的成員 你當年是怎樣去關注 或者貢獻自己的力量 還有你對私框的看法是怎樣 我們每一年政府要出台施政報告之前 因為教育會有一個教育科研小組 在這方面做一個研討 我都是其中的一員 另外我們教育會又會針對時事 有時我們的理事開會時 對政府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 我們以前的理事長 他是專業委員會的成員 他每一次開會回來 他都回報這個情況 交代 還有我們如果有什麼意見 就通過他去反應 私框目前為止已經定了 你覺得能否保障老師們的利益 現在私框就去年9月1日開始實施 整體來說 到現在應該是良性發展 但今年有一個新情況 就是開始對老師進行平衡 進行平衡這對大家來說 都是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我們就希望 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優化 所以這一個還未知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所以我會特別去關注 如何對老師的平衡在這方面 能否保證老師的利益 有人說澳門的年輕人很幸福 我們升大學是相當容易 甚至是高中生升學率98% 但有一個測試很慘 就是澳門有參與過 測試那些澳門和香港 香港15歲左右的年輕人的能力 Pizza測試 為何澳門人計數方便 閱讀方便差過香港很多 兩個城市這麼相似 為何我們這裡的學生這麼弱水 裏面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Pizza2009、2012又進行一個 以數學為重點的一個測試 不過結果就未出 應該是年底會出來的 2009年和之前的測試 我們就發覺學生的數學能力 澳門是雲可以的 但是閱讀能力的確是不盡人意 是有很大改善的空間 為何會有 我經常都在這裡思考 為何會這樣呢 可能我們的學生 他閱讀的動力 和對閱讀的需求 或者可以說對學習的目標性 在這方面不是特別的名色 可能是幸福 或者是老師和家長都有責任的 或者是年輕人都有責任的 可能是看卡通碼 或者是開心的 但是有一件事 都是跟教育有關 就是我們教育的投入又這麼大 也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教育上面有沒有一些嚴重的問題 或者你作為一個資深教育工作者 想可以入議會就重視 和想可以進行改良的呢 其實基礎教育方面有的 一個就是在質量方面怎麼去提高 提高是怎樣平衡這些學生很緊要的 我剛才所說 一定要全面發展全面的角度 來進行多元的評價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些育小群體 例如特殊教育等等 他們都是要有一個公平的環境 在這方面是需要提供一個更多的資源去支援他們 另外一個就是高教 高教應該有一些更大的辦學自主的空間 研究的空間 因為對中學教育澳門有些人有反映 就是說我們錢就扔很多了 但是質素並不是我們期待的 我們暫時放下教育 提另外一個話題就是文化 很多年以來不論是選舉也好 又或者那些主要官員去議會答辯 澳門的年青人特別是文化一族裏面的人 覺得你們一味是講政治 講經濟 講社會生活 講自由行 從來都不關心文化的 這次我看校長裏面是比較鮮有的 提出和文化有關 具本地特色的文化政策 是一句抽空的說話 你心中的所謂具本地特色文化政策 有甚麼內容 其實我覺得澳門在這方面 應該大力推動 譬如說中泡文化的特色 澳門有很好的美食文化 土生菜 這是很難得的 應該大力推動 結合我們四位等等 澳門有我們中國特色的 沒有聚龍傳統文化的保留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方面 如果只是由民間的權體去推動 力量是不夠的 應該從政策層面提供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打開我們多元的社會門口 政策 政府做了一些政策 因為我自己經常覺得文化來自老百姓 對 如果是講文化的話 仍然是民間的力量 是比政府大和專長的 然後裡面 其實比較少有地 作為教育工作者 提出一個敏感的議題 比如說在澳門 你覺得應該是一個 符合澳門的民主政治體系 你心目之中所謂符合這個現狀 那種政治體系是甚麼呢 譬如說我剛才所說的間選制度 可以在參選的門檻再降低一些 我們直選的議席可以再增多一些 這樣的話 讓各個階層 各個層面的代表都有 立法也好 政府的力度就會這麼大 你有二十多年的教育經驗 但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真的是新手 現在作為一個新手 遲些怎樣裝備自己 以及開展立法會的工作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 譬如說你學習議會的制度 議事制度 看一些書 譬如說《社會政策》等等 這些書都是要惡保的 但是我覺得一路做一路學 擔不擔心時間不夠用 要教書 還有家裡又要照顧 要照顧從政 暫時來說我覺得還可以應付得到 我們當然期望於陳校長 在教育和文化方面 為我們澳門市民爭取更多的東西 好 多謝今次校長 恭喜你 多謝 因為在我們心目中 他的確是一個很有魄力的同事 因為在平時的工作裏 我們接觸比較多 他在外面也有很多社會事務 我們都會積極配合他 他照有需要事 我們都會幫助他 其實我覺得他做任何事 都很有目標 他很有能力 很努力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參選 他平時所有事都是為教育事業 他做任何事都很盡心盡力 我覺得他除了用心 他又不停地學習 提升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他有足夠的能力 是為我們發聲的 其實我們很經常都跟他接觸 這樣就會是 譬如我們一常遇到有很多問題 包括學校裏面的同事 老師 他們有很多問題 他們會提出來 因為本身我們自己 也是學校裏面 教聯會裏面的同事 他們有很多問題 他們會反映 我們就會跟校長說 有些現象 我們怎樣想辦法解決 校長都會盡他的能力去協助 除了學校外 他都會看到有些身邊的同事 他們可能是外面有其他問題 找到校長去協助的時候 他都會盡他的方法 和努力去協助身邊的人 這是他一直以來的情況 剛才也是 他現在仍然有一些 這樣的課題 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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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 採用〔強勇率